这福利也太大了吧 念念回到自己的身体 不仅美男在怀 就连门派都给配好了 妥妥地捡了个压寨夫人便宜 碎碎看着活到娃娃 使劲地占平 念念费了好大劲才推开碎碎 再这么抱下去 不断涌入她身体的灵力 碎把她炸开了不可 念念慢慢吸收着 刚刚进入身体的灵力 问向碎碎 这是你们献足的能力 碎碎并没有回答 她只是用手摁了 摁念念的大腿 碎碎这一举动极其自然 念念却内心一颤 这是被非礼了 不等她开口说话 碎碎躺到她的腿上就睡着了 自从出了白头山 她还没好好睡过一觉 实在太累了 白便只向外面说道 主人 外面的爷爷说 他是为了抹掉你那封印才这样 念念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在马车上 外面的爷爷 念念撩起车帘向外看去 一群人驾着马车向前行进 是鬼谷长老扭头问道 音念姑娘 你觉得身体如何 念念吓了一跳 这么多人哪来的 她在看向周边的环境 马车正行驶在万寿国中心 因之前念念诈皇宫 万寿国明令禁止不许国民 再戴任何面具 念念正发愁 万一被认出了怎么办 赤鬼谷足老帝国一瓶单药 姑娘 这类易容丸 一颗可以维持八个小时 九块九的面纱不让用 现在来了个八块八的易容单 念念接过易容单 内心却在纠结产品的可靠性 毕竟这是陌生人给的 见念念有些迟疑 长老解释 我们是服侍少主 五周赤鬼谷 姑娘听过吗 念念报警碎碎 内心却在疑惑 元心碎是赤鬼谷的人 他不是县族的吗 还是这些人知道了元心碎的身份 长老看着念念可爱的举动 笑着说 姑娘不用担心 少主是县族人的身份 我们都知道 我们赤鬼谷就是为了等待 少主的出现才延续至今 念念这才放松警惕 他问道 我们现在去哪 他现在还有没做完的事 还不能离开万寿国 姑娘放心 少主交代过 等姑娘开口说走我们才能走 现在是去我们赤鬼谷暂时的落脚处 说着说着 马车到了目的地 长老笑道 姑娘下车吧 念念倒是想下车呀 看看身上还有个沉睡的狗皮膏药 念念拍了拍身上的人 快醒醒 元心碎 这一拍可把长老给心疼坏了 接下来念念要变脸了 一起期待吧 念念回到自己的身体 吃下一绒丹 又将会创造另一个奇迹 赤鬼谷的马车停留在马路上太久了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好事的年轻男女过来凑热闹 吴雪不禁多了些疑问 赤鬼谷谷主从未露过面 一直都是大长老掌权 能让大长老如此卑躬屈膝 莫非里面是赤鬼谷谷主 下一秒一只纤细的手撩开帘子 一袭红衣露了出来 一颗八块八的衣容单下毒 念念变成了一个瓜子脸的林家小妹模样 周少玉感觉不可置信 怎么是个女人 而吴雪的关注点 却放在了念念的这一身红衣上 那女人身上穿的是 千年前就彻底消失的赤纱 吴雪作为吴家的掌上明珠 果然是见过世面的 吴书记载 赤纱 只需要穿戴一小片 就可以加强火灵和自身的契合度 让吴雪羡慕极度恨的是念念 却穿了整身的赤纱 念念如果知道吴雪的心声 一定能拓他一礼 这明明就是老妖婆的擦桌不好吗 当时老妖婆随手就丢给他 他还嫌弃来着 周少玉瞬间来了斗志 他是火灵戏吗 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好想和他打一架呀 念念本想着让大长老把碎碎抱出来 奈何大长老抵死不从 无奈念念重回到马车上 随后只见念念公主抱了一个大男人 见状后的周少玉和吴雪 瞬间目瞪口呆 周少玉张口结舌 这是男宠吗 吴雪看清了男人的面目后 更不敢相信了 这是那个阵法师 在二人的震惊中 念念抱着碎碎 进入了赤鬼谷的临时庭院 二人看着赤鬼谷一行人的背影 那么的 这突然冒出来的女人 是什么来头 显然并没有人给他答案 念念将沉睡中的碎碎放在床上 娇晓得他不用灵力 横抱男人还是很累的 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自语道 这个大长老 连自家少主都不敢拍 非得让我来 百变突然冒出来兴奋地说道 主人 我们抓紧出去看戏啊 念念看着百变 你脑袋上怎么长包了 他摸了摸百变头顶的包 手感还挺好 百变骄傲地说 主人我要进阶了 灵兽也是有等级的 出生灵兽被称为出元兽 之后便是灵元兽 神元兽 比起等级 灵兽更看重血脉压制 喇喇不乐意了 他抖了抖身上的羽毛说道 哼 我也要进阶了 肯定比你这条虫子快 念念慢慢习惯了两个仔仔的日常动作 他推着两个马上要干起来的仔仔说道 走 带你们看热闹去 地后的热闹 白家的热闹 他打得一手好牌 可不能错过 才走出一段路呢 迎面就撞上了一个人 对方及时道歉 念念抬起头看着来人 庄贤 如果有两个机会放在你面前 你是选择去看自己掀起来的热闹 还是拜影师的破老头为师 念念刚出门就碰上了一堵肉墙 抬头看 原来是庄贤 庄贤看着眼前的女子陌生得很 他疑惑地看向念念 姑娘 你认识我 念念这才想起自己用的不是白鹿的身体 他反应机灵回答道 庄贤公子在斗兽宴一战成名 那天去看比赛的人 谁人不知道你 说起斗兽宴 庄贤想到了死去的白鹿 他原本以为白鹿是要故意欺辱他 才抓着那点小事让他去给他买裙子 可临走前他回头看了白鹿一眼 那不像是会故意欺辱人露出来的眼神 当日来人特意说明 帝后只传唤他一人 莫非白鹿看出了什么 白鹿的眼神 现在想来更像是在警示他 可他竟然死了 而且还是被帝后杀死的 想到这里庄贤只觉得浑身发了 不行 他得赶紧回山庄 如果帝后真要杀他 一定还会再出手 百变迫不及待的小声催促着念念 主人我们快去皇宫啊 念念带着两个仔仔转身离开 突然周围多了无数道强者的气息 来者不善 两个仔仔第一时间挡在了念念面前 主人小心 紧接着刷刷的周围出现了十几个黑衣人 庄贤震惊 这全都是地灵境强者 他的第一反应 你们是帝后派来的人 黑衣人回答 小子挺聪明 既然都知道了 就乖乖跟我回皇宫 免得受皮肉之苦 庄贤眼看躲不过 他看向念念说道 我跟你们走 别伤及无辜 黑衣人抽出刀 被他看见了 那就不能算无辜 念念下意识地释放 灵力护住自己 这白白吃亏可不是他的作风 黑衣人吃惊 小小年纪竟然是二星人临近 下一秒鲜血从他的喉咙喷射而出 黑衣人瞪大眼睛 直挺挺地倒下去 旁边人吓了一跳 大声喊道 老大 音念也吓了一跳 他顺着声音向后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破衫的老头 徒步向这边走了 他打句道 庄天问也真是 自己儿子都被围起来打 也不来管管 还用上了唯一的人情 要我这个老头子帮他 庄贤喜出望外 这应该就是父亲的那位神秘师父 他走上去问道 是施工吗 老头却嫌弃地朝他摆摆手 你且站边上等等 他笑眯眯地看向念念 小姑娘 你有师父没嘞 天上掉馅饼不是人人都会有 这么牛逼的老头子要认你做徒弟 搁到谁身上都有些害怕吧 殷勤不定的老头一眼就看中了念念 毫不委婉地就要受念念做徒弟 念念警惕地盯着这老头 百变和拉拉满脸戒备地 护在念念前面 老头看着这俩小崽子 脸色瞬间就变了 嘴里不耐烦地说道 则 这俩矮蹲子 不等老头说完 他的眼中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这俩蹲子竟然是神兽 念念看到了老头脸上的变化 他立刻就将俩崽崽拉到了自己身后 挡住了老头的目光 老头盯着念念的目光灼热又明亮 都说这万寿国出了个天赋一笔的地基 那地基老头我也远远瞧过一眼 连你这小丫头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啊 黑衣人眼看老头不简单 这时候不溜就是在送死啊 一群黑衣人仓皇而逃 哪还顾得上顺不顺管 见他们要跑 念念下意识地喊道 别让 话没说完 只见一道红光穿透他们的身体 空气中瞬间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 紧接着砰砰砰一行人全都倒了下去 老头手上抓着一根红线 却不见一滴血色 他扭头看向念念问道 咋样丫头 要不要任我做师傅 念念看着倒下的黑衣人 心里暗想 这人身份不明 底细不知 性情也是阴晴不定 还是躲开得好 他委婉地开口 抱歉 老头已猜想到念念要说什么 不等念念说完 他一挥手打在念念的脖口 念念整个人就直接软了下去 老头扛起念念 还是那副笑嘻嘻地神情 嘿嘿 你不说话 那老头子就当你同意了呀 辣辣和百变张着獠牙朝着老头扑过去 口中还怒吼着 放开主人 接着老头蹦蹦蹦几下 就把俩家伙给揍得猛圈了 他得意地大笑着 不愧是神兽子 收一赠二 划算划算 快看 这个老头不顾念念的意愿 毫不客气地就要受念念为徒 这个便宜沾的 收一还露了俩崽子 装弦看着老头这一波操作心惊肉跳 虽说知道师公的性格随心所拟 但也没成想会把人家姑娘打晕啊 他窘迫地说道 师公 这姑娘是无辜的 老头的笑更肆意了 什么无辜的 你没看见人家答应做徒弟了吗 庄贤真的好想用无耻来形容这个老人家 明明是人家刚想要拒绝 就被你一拳打晕了好吗 他决定和师公讲道理 师公 你这样是不行的 收徒讲究你请我愿 说不定人家已经有师父了 话音刚落 老头不耐烦地抬起声 一个拳头直接揍在庄贤的脸上 下一秒庄贤也倒在了地上 老头自语道 小娃娃推能唠叨 和他父亲年轻是一个德行 不好不好 说着便把庄贤捞起来 老头子我还缺个关门弟子 就你俩了 庄贤问那臭小子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做错了事毁了根基 没想到生出来的孩子还挺争气 出门就个人还收了俩徒弟 不错不错 老头扛着两大梁小满载而归 刚走出几步突然又停下了酒 不对啊 刚才那些黑衣人 说是皇宫里那个臭婆娘派来的事吧 说着说着他还生气了 动我徒弟 一动还是两个 这不是打我老头子的脸吗 咋了他 百草山庄的门外 庄贤问早早地就在等待着 眼看着师父扛着几人走进来 他欣喜地喊道 老师 下一秒 老头就把昏迷的人扔向了庄贤问 接着 这是我新收的徒弟 庄贤问接过师弟师妹们 温柔地将他们放在地上 老头一个拳头挥在他的脑袋上 别乱叫 我和你的师徒缘分在你不听我劝告 非要逆天而行的时候就断了 这是你把咱们最后一点人情也用掉了 我以后都不会再见你了 庄天问眼里含着泪 哽咽地说道 是 徒儿 我知道了 老头戳着庄天问的脑袋继续说道 我和你虽然没有了师徒缘分 但你儿子我还是要带走的 不等庄天问反应过来 老头转身就要离开 帮我照顾好我的徒儿们 我去教训教训贼婆娘 种下无数恶果的地后终于尝到了报应滋味 一连串的不顺却只是报应的开始 万寿国的皇宫里 地后一脸阴沉地坐在大殿之上 一个士兵正唯唯诺诺地跪在他面前 他不耐烦地问道 此时们还没回来吗 士兵胆战心惊地回答 没有 地后满脸凶狠地骂道 真是废物 带个连龄体都没有的废物少女 竟然这么慢 底下的人都快吓尿了 生怕一不小心命就没了 随后地后满脸阴郁地捏了捏自己的眉心 还有那些祖佬也不听我的话 他一把扫掉了面前桌案上摆着的所有东西 吓得女奴们瑟瑟发抖 地后大吼道 再去派人找 不就是要找个庄贤吗 这么费劲 下一秒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皇宫猛的一阵 皇宫内所有人走到门外查看情况 只听到来人大喊道 瓜婆娘找人暗算我徒儿们 给我滚出来受死 只见一个巨大的人形出现在众人面前 众人疑惑 这是小神经强者 巨人族 只见一个人形高大的老头 拿着酒壶蹲蹲蹲地往里灌着酒 地后内心不由地一颤 不知是怎么得罪了这位大仙 内心却也在纳闷 巨人族不是早在两百年前就消失了吗 他不敢轻敌 深吸了一口气 紧接着一个巨大光阵从他脚下伸展而出 吼得一声 光阵里传来了灵兽的怒吼声 一个巨大的身躯从光阵里挤出来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毫不畏惧地盯着老头 与此同时 一些隐藏于皇宫内的强者 从皇宫身处冲天而起 听到这边巨响后向这边赶来 看到巨型的老头 皇室强者也不由地震惊 已经消失的巨人族突然找上门 看来帝后又摊上蛇 帝后看着面前最熏熏的老头说道 一些血脉特殊的种族只是血脉凋零 但不代表他们一个都不存在了 一个老嬷嬷舔着脸问道 不知我万寿皇室是怎么招惹到你呢 竟然公然打到我们皇室中来 难道巨人族就这么不将我们皇室放在眼里吗 话音刚落 老头伸出巨大的脚踩翻了其中一个宫殿 放在眼里 踩在脚下我都觉得不解气 瓜婆娘我问你 为何伤我徒儿们 帝后对目前情况仍是一只半只 徒儿 难道是装贤 可哪里来的门呢 于是他镇定地说 我并未伤您徒儿 你徒儿兴盛名水 家住何方 有一个无赖的老顽童当师傅是什么感受 念念被老头打晕 强制性地要收他为徒 就连念念受了委屈 老头也要一并讨回来 仇恨过多的帝后已经不记得招惹过谁了 老头更是不把帝后看在眼里 他仰头猛地喝一口酒 谁知这一下灌得太急 那烈酒一下就把他给呛到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他不要面子的吗 老头直接将酒壶甩了出去 嘴里怒骂道 这是什么酒 一点都不懂事 地后气的满眼血红 他指着老头对着他的灵兽说道 欺人太甚 战神 杀了他 这只名叫战神的凶猛灵兽 长着一对羚羊脚 一顶犀牛的鼻子 后背却有着马的鬃毛 体型庞大 看上去就是吓人的狠 可在老头眼里 这灵兽根本就是只小蚂蚱 老头大喝一声 哈 凶猛地扑向老头 老头一拳打在了战神的脖子上 下一秒战神狂口鲜血 哀嚎地被摔了回去 众人看着庞大的战神 在这老头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不由地吓了一跳 真没想到一个穿着破衫的乞丐 竟然这么强大 一位皇室强者走上前说道 这位前辈 说不定是场误会 劝您及时收手 不然我们整个皇室都出手的话 前辈可就与我们结下死仇了 老头插着腰 硬气地说道 什么误会 我还能弄错了不成 都给我听好 我那徒儿叫 哎 话到了嘴边 老头突然想起来 那小丫头叫啥来着 还有庄天问的儿子叫啥名 他混混顿顿的脑袋 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一见眼前这些人 还兜眼巴巴地盯着他 老头一时之间脸色难看 面上有些挂不住 他瞪着眼睛怒骂 咋 我说打就是要打 谁点你们的脸皮问东问西 众人一脸蒙圈 这老头翻脸比翻书还快呀 帝后听不下去了 还手一鹤 战神 给我杀了他 战神立刻满血跳起 和帝后一起向老头冲了上去 两方顿时如星陨相撞 谁也不让谁 这样强大的战斗 引起了皇宫外圣山宗的注意 圣山宗长老皱紧眉头 这是怎么了 又是皇宫 旁边一个人犹豫着说 长老 咱们去看看嘛 毕竟地基已经确定了以后 要入圣山宗修行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大爷的 一招致敌 轻松就让所有人知道 帝后摊上射 这个大爷和帝后的强者对战 引起来皇宫外众多门派的注意 苏灵燕确定了以后 要入圣山宗修行 此场战争 圣山宗有必要参与一番 帝基神兽被偷只是暂时 竹宠契约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断了 而且凤云难求 以后还能找到更厉害的灵兽 潜力尤在 灵天学院的老头看着很是兴起 也决定带着弟子们一同去看看 周绍玉一副悠闲公子哥的态度 呼吁着吴雪等 走了 看热闹去了 皇宫内部强者交锋轰隆一声炸裂 防瓦狼藉一片 只见老头巨大的身躯 耸立在皇宫的院路 众多天临近强者围攻着老头 其中一人大喊道 欺人太甚 今儿个拖也要拖死他 搅乱一番 老头的目的已达到 这下够帝后隔应很长时间了 他一副老顽童的态度说道 就凭你们 本以为老头又要放大招 众人提起了十二分小心 不料下一秒一阵旋风老头就开溜了 帝后终于绷不住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即使脑恨 而他现在却什么也做不了 回到百草山中的老头 扛起念念和庄贤就准备离开 不等庄天问开口 老头说道 我走了 这俩娃我会好好照顾的 留下庄天问这个被嫌弃的老头子 独自守着破院子 赤鬼鼓注所内 长老静止地守护着少主 皇宫内小神镜强者的战斗波动 震醒了沉睡中的原心碎 他慢慢睁开眼睛 长老见状立马凑过来 他满脸欣喜地说道 少主 您醒了 碎碎刚睡醒 头猛猛的他并没有回答 而是习惯性地摸了摸旁边位置 手上一空 他瞬间清醒 像是被谁抢走的心爱东西一样 他转头问向一边 念念的 长老回答 姑娘说他出去看热闹 原心碎反应过来 念念的魂魄已归体 现在是个自由身了 他松了一口气说出两个字 去找 两个时辰后 大长老找遍了整个万寿国 也没有找到念念 他如实地向少主回报 碎碎一脸平静 却能让人感受气氛可怕 他之前说他去哪儿了 长老被这阴冷的氛围 吓出了一身的汗 去皇宫看热闹了 碎碎猛地站起身 他与那帝后有仇 边说边向外边走 去问问帝后就知道 长老却满脸担忧 他说道 帝后能说实话吗 为了我娃娃 碎碎顾不了那么多 打个半死 总有说实话的 简直太刺激了 人倒霉的时候 喝口水都会噎倒 说的就是此时帝后的现状吧 为徒弟讨债毁坏皇宫 重点是现在的这一切 他都没搞懂是什么情况 眼看着皇宫狼藉的一片 帝后的手指尖都在发抖 面目犹如老了三十岁 后面跑来一堆侍后诸葛亮 跑在最前面的护国大将 忍不住问道 帝后 那巨人足为何说 您伤了他的徒儿 一位皇室分支的少男 没好气地说道 这是你是不是 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帝后的脸更阴沉了 我怎么知道 他一个酒疯子来耍酒疯吧 内心里却在想 我只去抓了庄贤 可听那老头的意思还有别人 一番激烈的战斗后 帝后的灵兽战神体力透支 突然暴动起来 眼看帝后都有些控制不住 他连忙将战神召回到灵兽空间 这时几个门派也陆续赶到 圣山宗长老开口问道 帝基怎么样了 帝后回头看中人都来了 神情变得好看些 燕儿并不在这儿 我让他去别宫休养了 辛苦诸位来一趟 他看着圣山宗一行人 脸上笑眯眯 内心却暗想 还是圣山宗看中燕儿 虽然他一开始看中的是擅长阵法 实力强劲的赤鬼谷 可赤鬼谷那些人对燕儿过于冷淡 万寿国皇室可不能倒贴 灵山学院的人突然打断了他的想法 帝头老头不耐烦地说道 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人不管不顾地打上门来 不等帝后开口 周少玉的老爹说道 没想到巨人族竟然不是消失而是隐士了 隐士家族可不好得罪 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只是一星小神经 而那位巨人族 至少是五星小神经了 帝后被他们说得脸一阵轻一阵白的 要不是人多 还真被那个老头把皇宫给掀了 帝后摆摆手 嘴硬地说道 我皇室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让他也不敢再来 再来 我必定杀之 话音刚落 轰的一声 一个巨大阵法直接笼罩在了众人头上 黑色阵法里散发着恐怖的威压波动 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无数巨石从内阵法里轰然而下 圣山宗的人大喝一声 躲开 一群人齐齐向外跑去 这一趟来得太不值了 简直就是在玩命了 帝后苍老的面孔朝向阵法顶端大吼道 是谁 这次又是谁 尖叫的吼叫声中隐约带着几分崩溃的滋味 周老爹第一时间像林小姬一样 将周少豫拎在怀里 这可是周家的香脉 逃命要紧 周少豫探着头继续看认了 还真让他认出来了 那是 那位阵法师大人 只见碎碎站在那阵法之上垂眸扫下 好似在俯视众生 众人吓了一跳 抬起头果然看见了最上面站着的碎碎 堪比小神经的阵法师 今天来的一个比一个强 皇族分支的少男彻底绷不住 他不管不顾地朝着帝后咆哮 白玲 你到底做了什么 帝后也猛啊 为什么这些人一个两个的都摁着他的头打 强者出场从来不需要台词 一个手势就把五周中大门拍下的屁滚尿流 碎碎为循念念大闹皇宫 倒霉的帝后的惨状一波接着一波 关键时刻 所有人都慌着逃命 这里竟然让哈哈发现了亮点 这是双胞胎老头吗 只听周老爹说道 这帝后一定是在外面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现在拳打上门来了 灵天学院的人也带着自家师生向后退 口中却调笑着 快上啊 不就是小神经阵法师吗 你们圣山宗几下就解决了吧 圣山宗长老烦躁地皱起眉头 他冲着灵山学院大喊道 你闭嘴 内心却想着 帝后这女人怎么这么能惹麻烦 为了地基这个潜力股现在只有拼了 不怕他单枪匹马的阵法师 可就在这时 站在地后身后的风巡却对着风家人大喊一声 退 好巧不巧 这声音不止地后听到了 就连碎碎也听到了 这不是之前拉念念伊领的小白脸吗 关键时刻竟也是个缩头乌龟 碎碎抬起手 一个阵法指向风巡 下一秒风巡就真如缩头乌龟一样趴在地面 风巡目不清状况 他用力抬着头看向碎碎 这阵法师为什么就只针对他一个人 碎碎的手开始向下压 眼看就要把风巡快要压死了 风家老头们奋力抵抗 欺人太甚 当我风家是路边的阿猫阿狗尽可欺吗 这时一旁有人大喊 快看 赤鬼谷的人来了 赤鬼谷的人精通阵法 以阵破阵最有效了 这男人死期将至了 地后文言眼里露出强烈的笑容 有救了 今天必须将这个阵法师斩杀于此 他朝向赤鬼谷的人说道 诸位 随我将这人拿下 事后必有重险 可话刚说完 赤鬼谷长老抽出长剑指向地后 愤怒地说道 白铃 趁我主还没动真格 赶紧把我们念念姑娘交出来 固然便将你这皇宫脚的天翻地覆 这个反转令众人目瞪口呆 嘴巴张得比鸡蛋还要大 吴雪更是不敢置信地看向碎碎 那个男的竟是赤鬼谷从来不曾露面的谷主 竟然如此 年轻俊美 地后瞬间如乌云笼罩 什么念念姑娘 我根本就没见过你说的念念 心里却在骂嗶嗶 这还叫没动真格 皇宫都快给他砸得希腊碎了 他比老头还要过分 他甚至连问都不问 碎碎抬起手 空中凝聚出无数巨石 那巨石阵慢慢向地后这边移动 刚恶战一场 战神也没有恢复 地后着实不敢再与其硬碰硬了 他顾步的情面 对着赤鬼谷说道 大长老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我根本没动念念姑娘 我敢对天启示 大长老不是会不真言阵法吗 你可以给我试试 灵天学院私底下小声议论 真言阵法 整个五周只有赤鬼谷大长老会 站在阵法之上 只要开口 便说不出假话 见地后这样说 大长老抬头看向碎碎说道 少主 那女人恐怕真没见过姑娘 而且咱们这次带的人不够多 继续纠缠的话 说不定念念姑娘就真的危险了 大长老说的有几分道理 碎碎转身冰冷地说道 走 去找念念 虎落平阳被犬欺 堂堂一国地后 被两大强者攻击后 已是虚弱无力 这事就连上门女婿都要来踩她一脚 眼看着碎碎和赤鬼谷的人离去 悬在地后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 心想折腾了一天也该要平静了吧 封家老头将封巡从地上拉起来 堂堂顶天立地的七尺汉还需要家长顾着 简直太丢人了 地后缓过神 神情阴沉地说道 封巡 刚才你让封家人退 难道你忘了你和我一二的婚约了吗 没想到封巡却冷笑一声 婚约 又不是已经成婚了 这婚约吗 可以定那边可以退 你说是不是 她走进地后 带着几分威胁的意味 再说 你和苏灵燕 当真没有事情瞒着我 地后看着眼前的封巡 心里有几分不安 莫非封巡发现了什么 她勉强地镇定下来 圣山宗的人可都在这里 不能让封巡乱说话 她笑嘻嘻地对着封巡说道 我们去里面谈 封巡现在也不想撕破脸 她回答道 好 可顺着地后的手望过去 整个皇宫已是废墟一片 满地狼藉 翻过重重废墟几人 来到皇宫别院 封巡直接开门见山 我封巡是不会要一个 容貌敬毁的女人 若神兽还在 倒也可以考虑 但现在 她的话未说完 封家老头打断了她 寻儿 其实容貌并不是一个 女子一等于重要的 老头感觉太可惜了 那可是千年难遇的凤原了 神兽被偷还能找回来 毕竟契约是绝对断不掉的 封巡哪知道 自家老头在想什么 她毫不留情面地继续说道 我轻而听见那女人说的 她只向地后质问道 白灵 这是真的吗 地后也是心底一慌 这可是秘密 封巡怎么会知道的 地后心虚地摇摇手 当然不是真的 说不定封巡只是哪里听来的 现在只要打死不承认 她就不敢退婚 封巡缓缓起身 继续地说道 哼 别狡辩了 你和你那宝贝女儿的谈话 我都听见了 她逼近地后 悄悄压低声音 要不要我再说几个秘密 比如白家的秘法 那可是好东西 连我都心动了 又或者是 你女儿身上的凤原 是从别人那身挖下来的 地后脸色瞬间苍白 信口不说 封家老头见地后变了脸 忙拉住风巡向后退 老头愤怒地说道 还不快快解除婚约 一个半废的御寿师 怎么配得上我们旋儿 娶回来也只能辱没我封家门妹 地后死死地握紧拳头 封家竟然敢如此欺负叶儿 可若是在这种结果眼上被退清 那叶儿不就成了五周的笑话 风巡看准时机 趁火打劫 白灵地后 这样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只要你能拿出让我满意的东西 我就过三个月后 再与这女人退清如何 而且我也不会告诉圣山宗的人 神兽已经彻底不属于苏灵燕了 不然 怕是她连圣山宗的门都进不去吧 地后气到发抖 她竟然被人胁迫到无言以对 最后风巡冷笑地说道 我提出的建议 你好好考虑 地后这么聪明 一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对吗 若不是当初挖他人凤骨 勃气凤蛋 堂堂一国地后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甚至于连女婿都敢趁火打劫 欺辱危险 想要用退婚知识逼迫地后换点价值 地后死死地盯着风巡 看来风巡是想要白家秘法 好想直接杀死他 这样的话就要和风家结成死仇了 思索再三 他只能先缓住风巡 好 那就三个月 你且回去等着 风巡吃准了地后不敢拿他怎么样 他得意说道 我只会停留两天 你快些 说完便同风家人一起离开 地后看着他们的背影 气到浑身发抖 一连串的折腾 地后终于蹬不住了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她的亲信女奴满脸担忧地上前搀扶 地后 你没事吧 我去叫灵依 地后抬起手 没时间了 你去把燕儿带过来 她的神情逐渐变得阴狠 他们都看不上我燕儿是吧 好 那我拼了命也要让我燕儿重拾天赋 女奴愣了一下 像是想到了什么 地后 应该不会是想 地后大喝一声 别废话 快去带地基过来 片刻后 苏灵燕被女奴扶着走进来 她一地基也是要尊严的 母后 我不要嫁给风寻这种伪君子 地后看到女儿后 脸上立马换上了笑容 她安慰着 缓兵之际罢 苏灵燕情绪激动 也千万不能将密法给她 待我日后成才 必定将这个男人碎尸万段 地后将女儿扶到她上坐下 燕儿 那装显恐怕就是巨人族老头的徒弟 她的寿缘咱们暂时是拿不到了 苏灵燕听到这 内心焦急 成才之日无指望了 她刚想要开口 地后继续说道 除了那剑种的凤缘之外 你自身其实是可以再觉醒一次寿缘的 但你身上的寿缘并不算太好 甚至是极差 因为在脚后跟 原本是计划暂时封住她 用来给你的凤缘养缘 可现在神兽没了 接连神兽的凤缘自然大打折扣 再孕育出好寿缘的几率几乎是零 但母后用精血帮你孕养 便能将你的寿缘移到头骨上 头骨有多重要 想必你应该知道 即使地后再坏 她对苏灵燕的母爱是不可否认的 苏灵燕满脸纠结 如果这样的话 母后一生就不会再境界 永远是一心小神境 说不定还会后退到天灵境 为了自己的女儿 帝后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她一定要送燕儿上五周 晋圣山踪 成为一代天骄 苏灵燕感动得不知该要说些什么 帝后摸着她的头骨说道 燕儿 我们开始吧 本以为老头会是孤身一人 没想到却是徒孙成群 念念和庄贤被老头带到一座陌生的山头 被敲昏的念念终于缓缓地清醒过来 睁开眼映入眼前的就是老头笑眯眯的蜜 老头稀罕地看着念念 越看越满 可他满脸的褶子 把念念和俩仔仔吓得炸飞了毛 俩仔仔不慎撞到了一起 是又疼又惊吓 可怜的仔仔张开双手就要找主人妈妈 结果一人俩仔瞬间滚成一团 老头看着眼前的娃娃们 乐得眼睛都找不到了 哈哈哈哈 乖童儿这是干什么呢 是在逗师父我开心吗 意识到不对劲的念念停下来 他挡在俩仔仔面前 谨慎地问道 你到底是谁 老头双手捧着脸 用着自认为最和蔼可亲的笑容回答 我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师父了 你叫什么呀 说到师父 念念就想到了魔剑里的阴影 虽然他总是黑着一张脸 但他对自己却是一失忆 念念说道 我有师父传授我功法 教我为人之道 老头才不管那一套 不管不管 你肯定会喜欢老头子家的 到时候赶你走你都不走 念念气坏了 这老头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谁要去你家 少在那自说自话 老头摊开手 一副自大的模样说道 你现在就在我家呀 念念这才注意到周围的环境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盆地 周围绿树环绕 看着就像是只能进步能出的样 念念看到躺在一边的庄贤 他踹了庄贤一脚 怎么还不行 庄贤这才慢慢地睁开双眼 坐起身的他感觉浑身不得近 潜意识中就像是被人踹了一脚 庄贤一直处于某某的状态 他又问道 这是哪 显然老头并不想回答他 他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山头大喊道 臭小子们 来见见你们的小师妹了 巨大的声音震得后面的娃娃们捂住了耳朵 紧接着对面的山头剧烈颤动 轰隆的一声像是鱼躬一山似的整座山让开了 随后一群人出现在眼前 念念看傻了眼 这老头的徒弟们都能站满整个山头了 这是一颗奇异果引起的心理战争 女孩有骨气 但是不多 都说老头的徒子徒孙们是撸来的 今天看来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能做到人心所向那绝对也是有本事的 众人对新路来的小师妹很是稀罕 只夸师父这次挑人眼光不错 比上次带回来的二狗好多了 被人称为二狗的男人不愿意 他不服气地说道 你妈谁二狗呢 老子叫王尔垢 里面唯一的女孩笑嘻嘻地说道 知道了知道了 二狗 这一番似是理解的回答 引得了众人的哈哈大笑 女孩走向念念打着招呼 小师妹 我叫孟小七 咱们整个山头就我一个女弟子 以后好了 有你和我作伴 不等念念开口 王尔垢将一旁的庄贤提起来 小师弟 你这也太瘦了 看歌 羡慕不 边说还边向庄贤展示着他的满身肌肉块 对于从小就是要罐子 气质如玉的庄贤而言 内心直嫌弃 庄贤转身对着老头恭敬地说道 师公 话还没说完 老头立马变了脸 谁是你师公 我是你师父 你爹那小崽子和老头子早就没关系了 别以为我收了你做徒弟 你就能帮你爹求情啊 听师父提到庄贤问 王尔垢马上笑嘻嘻地说道 师父带你来了咱们巨人山 那就好好待着 你爹肯定是应允的了 来 输给你练练肌肉 说着就把庄贤扛在身上带走啊 认庄贤怎么拒绝 这群怪叔叔怎么能放过这么个小若鸡呢 比起巨人山 念念还是更喜欢魔剑 他面色冰冷地说道 我可没有同意要到这里来 他一手拉着一个小崽崽 冲着老头发泄着不满 我要出去 老头随心所欲惯了 还从来没有人拒绝过他 哼 没门儿 进了我老乞丐的眼 那就得当我徒弟 说完便甩袖离开 念念想要再一次拒绝 他刚刚开嘴 就被孟小七塞进嘴巴里一个东西 念念吓了一跳 他捂着脖子问道 什么东西 孟小七说道 别怕小师妹 这是我们巨人山才有的灵骨 飞烟骨 里面都是很精诚的灵力 你感受下 听孟小七这么一说 还真是 那东西入口即化 无数的灵力正被体内的白灵球吸收 孟小七勾住念念的肩膀继续说道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好东西 而且完全不会拔苗助长 师父的脾气是古怪了点 但对徒弟都是一等一的好 一开始很多人也是闹着要走 但最后都对师父心服口服 抢着要留下来呢 念念看着孟小七手里的奇异果 内心不争气地动摇了 我是有事要办 不能一直留在这个山里 谁知孟小七扑斥一声就笑了起来 谁说我们会一直在山里啊 出入自由 只是隐藏身份而已 师父说你是万寿国来的 那对五周不熟吧 那就先住下好了 边说边拉着念念向前跑去 念念傻了眼 她就是睡了有多久 竟然已经到了五周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来到巨人国 念念才发现自己长知识了 前一秒死活不要待在这里的念念 下一秒一颗增长灵力的飞烟果下毒 念念顿时感觉自己身轻如燕 眼看着孟小七手中的无数个飞烟果 她已是心动不已 孟小七将念念拉到一个满是藤蔓的洞前 并告诉念念以后就住这里 念念傻眼了 住洞 这是又回到山顶洞人时期吗 孟小七似乎看出念念在想什么 她兴奋地说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山洞 你看 说完 她用手给藤蔓挠了挠痒痒 并说着口令 疼疼开门 下一秒那些藤蔓竟发出了古怪的嘻嘻声 接着像是自动推拉门一样让开了道 进入洞内 里面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无数果子悬挂在墙壁散发着通明的光亮 整个空间看上去甚是唯美 不等念念适应 孟小七继续介绍 捉意什么的 可以让师兄给你做 但是咱们修炼用的东西就得去外面置办 吃的也是 刚才那是开门腰疼 你等会儿滴一滴血 他便会认你了 以后只为你开门 别人要闯 首先得过他那关 实力可堪比五星人灵敬强者 念念今天长知识了 他问道 那开门疼是腰草兽的一种吧 腰草兽也能被驯化 进门时好像看到不止一种腰草兽 在五周大地上 有人族 还有别的类似巨人族和线族这样的奇特种族 而兽类中 又分为动物系的灵兽 与植物系的腰草兽 灵兽又分为被人驱使的七月兽 和不能驯服的野兽兽 而腰草兽驯服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 孟小七自豪地说道 这便是我们巨人族的能力了 只要你还在巨人山之中 是我们巨人族认定的朋友 和我们一族同气联知的腰草兽便不会伤害你 孟小七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他边说边拉着阴念来到了山洞最里面 最后看见了五条路分别通向更大的洞窟 孟小七继续介绍 五个洞窟 是专门给各种属性的灵体修炼用的 水火木雷土 来 拉拉 我带你进火属性看看 说完 他热情地拖着拉拉走进了那火属性的路 里面竟然是一片巨大的岩浆湖 滚滚岩浆散发着惊人的波动 看上去甚是吓人 这是赤裸裸的炫富啊 一人俩仔已是够让别人眼红啊 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妥妥的富二代 孟小七拉着念念来到一片滚动的岩浆湖前 看着面前一片巨大的岩浆湖 拉拉心花怒放 这里简直太适合他修炼了 他迫不及待地向前跑去 张开手臂扑通一声就跳进了岩浆湖里 他兴奋地向下游去 犹如回归大海的海豚 不一会的时间 拉拉抱着一条比他还要大的黑鱼游上来 他向念念大喊道 主人你看 我抓到鱼了 说完便将那条满口獠牙的大黑鱼扔上岸 黑鱼被摔得上了脾气 在岸上用力地摇摆着 还试图想要去咬念念 百变见状 满脸不悦地瞪着通红的双眼 一拳将大黑鱼打晕了 念念转头问向孟小七 岩浆湖里居然有野灵兽 孟小七回答 有很多呢 这种鱼肉最好吃 来 咱们把它煮了吃 他又问向一般玩弄黑鱼的百变 对了百变 你是什么属性的 见百变不支声 念念想到百变时他掉入魔剑时 凤圆涅槃融合了 魔元素变异的兽弹 他笑了笑说道 百变什么都行 比较平均 百变见主人有了答案 笑眯眯地在一旁点头回应 孟小七看着这俩仔仔就不简单 他说道 这样百变 你哪个都可以去用 得到允许的百变向主人摆着手 主人 我去修炼一会 拉拉在岩浆湖还没有尽兴 他要继续耍一会 主人 我也去了 孟小七对念念犹如长姐一般的关怀 他叮嘱道 小师妹 五周外面还是挺凶险的 鱼龙混杂 你天赋不错 但如今还未长成 实力不高 千万不能自己跑出去 知道吗 看着生好的火焰 他有些尴尬地说道 咱们这灵药什么的都不缺 就是用的东西太少了 你看现在连个炖鱼的锅都没有 念念拿出魔剑怪物们给他的白宝袋掏了掏 锅吗 随后他拿出一个黑黑的东西遞向孟小七 有的 用这个 就是有点丑 孟小七毫无嫌弃 他边接手边说道 这有什么 我给你炖 话还没说完 他瞪大了眼睛 这 这不是上等法器吗 只见那锅上刻着一些龙形图纹 目测这法器绝对是二等以上 念念见孟小七的反应这么大 他仔细端向了一番 也没看出哪里有特别之处 是吗 家中长辈给我的 说让我兜水煮汤喝 具体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他一点也不在意 把锅推向孟小七 没事 你就用这个煮吧 又被小世界好好上了一课 要说最佳导游哪家强 居然山上莫属孟小七了 既专业又热情 辣辣在岩浆里捞出来一条大黑鱼 孟小七正愁煤锅炖鱼吃 念念随手拿出的破玩意 竟是上等法器 用法器炖鱼 味道果然和平常不一样 吃饱喝足 孟小七又提议带念念出去耍耍 孟小七指着一座山头说道 你看好 这里是出入咱们巨人山的唯一通道 要有令牌才能进 不过你还不愿意当我们的师妹 所以令牌先不能给你哦 辣辣插着腰不服气地说道 不用你的令牌 我也能载着主人飞出去 孟小七满脸得意 那你试试看 只见拉拉卯足了劲 浑身散发着火焰 她双腿一蹬 搜得一下冲天而起 结果像是撞到了什么结界一样被弹了红 头上鼓起了个肉包 身上还掉下了几根凤凰毛 跌下来后还被拖出去好远 看着就疼 这执拗的小脾气上来了 还就是不信这个鞋 拉拉站起身 钻紧拳头准备再向上冲击一反 念念心疼地抱住她 行了行了 下次再试吧 我们先出去 随后孟小七拿出令牌大喊道 山爷爷 开开门 令牌散发出水波纹一样的屏障向上拖起 接下来的一幕念念看的是木凳口袋 只见整座大山突然动了起来 从山体里缓缓地伸出两只巨石手 那巨石手就像是鱼公一山一样把山石头搬一 念念已经惊到说不出话 孟小七骄傲地说道 厉害吧 山爷爷可是和师父一样 都是巨人山的守护神 山爷爷可是堪比一星小神经的妖草兽 念念又看了看周围 那 剩下的三座山呢 孟小七要膨胀了 那些都是山爷爷 他指着一座座介绍道 大山爷爷 二山 三山和四山爷爷 这些山石头像是听懂了孟小七的介绍 伸出巨手给他点赞 那么现在的你们记得也要给哈哈点赞 孟小七很是自豪 小师妹 虽然我们是隐私势力 但 我们很强 另一边万寿国的白家 这群天马无聊得很 虽说白鹿死了 但他们能感受到那个浑身上下挂满了 亲和力的小姑娘还在 这群天马决定要离开白家 任那个小姑娘为主人 其中带头天马老大用着马鱼喊道 小弟们 敢不敢走 一直认为龙凤胎是很好相处的 没想到私底下火药味竟会这么浓 念念这俩仔已是鸡飞狗跳 这时还要来一群天马 估计有热闹要看了 天马们想念念这满身的亲和力 带头大哥决定带他们私奔找念念去 天马们互相对视一眼 像是做好了决定 下一秒 所有天马展开双翅飞出了白家 此时白家人都在为白鹿的死和地后闹别扭 谁也顾不上这些天马 当女奴们来为天马加餐时 发现天马都没了 女奴大惊失色 盘子摔碎一地 大声尖叫起来 祖老 不好了 天马们都跑了 与此同时 巨人山的山爷爷已经挖好了一条通道 孟小七拉着念念就要往外走 通道挖好了 咱们走吧 穿过通道后 念念一问 这通道 不等念念说完 孟小七解释 大山爷爷会把通道重新埋起来的 话音刚落 整座山头又动了起来 只见那两只巨石手将掏空的山肚子又填补起来 念念不由的小声感叹 五周能人众多 危机四伏 看来以后还是要小心行事 低调为妙 孟小七听后悄悄地笑了 小师妹真可爱 念念和孟小七在前面有说有笑 后面的俩仔仔也没闲着 俩仔瞪着眼攥着拳悄悄过招 拉拉一个拳头抡过去 小声愤怒地说道 你比我离主人要近 你后退 我们要保持一样的距离 摆遍一脚踹过去 你呢 你悄悄伸出手去勾主人的一脚 别以为我不知道 念念和孟小七听到背后有声音 同时扭头向后看 明明是谁都不服谁 看到主人扭头时 俩仔立刻成了一副相亲相爱的模样 他俩一口同声地说道 主人我们没吵架哦 俩仔吵架又不是第一次 念念哪能不了解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想让睡睡来看孩子 这时传来一个声音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 听上去像是有人在打架 这个女人正在教训一群身材魁梧的臭男人 却被这一群不懂事的正经人破坏了 念念和孟小七刚走出巨人山 就听到异常的声音 他们跑过去看究竟 传来一些男人的呜呜声 远远看去几个大男人被捂花大绑 捂住了嘴巴 不服气地在地上像虫子一样的蠕动 这个扛大刀的红衣女还是周少玉的妹妹周少龙 显然这些男人都是被他收拾过的 他踩在其中一个男人的身上 大声喝道 叫什么 还想被打是不是 周少柔的对面还站了一群同一势力的人 孟小七告诉念念 那些轻衣服的人都是圣山宗的 看见站在最前面的女人妹 那是圣山宗宗主的女儿 也是今年圣山宗新弟子里排位第一的 名叫圣仙仙 她跟小师妹女年龄一样大 已是九重灵体 说完孟小七又上下打量了一番念念 她接触了念念这么久 到现在还没看出念念的灵力等级 听到孟小七的声音 周少柔指向她和念念 喂 你们俩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你们也是圣仙仙那一派 想来我手上强人 念念最讨厌别人用手指她了 她面目平静地说道 我不是哪一派的 你要是在用手指着我 你的手就要没了 孟小七猛地一惊 小师妹刚刚不是说过要低调吗 这会儿会不会太霸气了 周少柔倒笑了起来 她就喜欢啃硬骨头 只见她扛起大刀说道 你等着 我收拾完圣仙仙就来和你打一架 圣仙仙旁边一弟子看不下去 周少柔 你仗着自己是周家人 欺负这种无依无靠的弱小有意思吗 随后这名弟子又看向了念念和孟小七 喂 那边那两个女的 来帮忙啊 愣着干什么 圣仙仙瞥了一眼念念二人说道 不必强求 又不是每个人都有良知和良心 孟小七不悦地皱起眉头 我们还什么都没说呢 这两人在自说自话什么呢 圣山宗的人真会装腔做事 圣仙仙高高在上地看向周少柔 满脸的不屑 不提你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我们今日人多 你插翅难逃 周少柔也没带爬了 她踢开脚下的男人 咬着牙说道 嘿 这几人死有余辜 你少来搅和老娘的事情 圣仙仙指着周少柔准备开战 我今日倒要看看你如何走出这里 周少柔提着大刀就赢了上去 孟小七看着热闹把结局都看透 这小姑娘是八重灵体 要吃亏啊 凤凰不发威 你当她是花孔雀啊 关键时刻看拉拉如何一招质疑 念念和孟小七准备外出逛街 却碰到了一群打架的年轻人 拉拉扯了扯念念的袖子 小声地说道 主人 那被绑着的男人身上好臭啊 念念皱着没用力袖了袖说道 是吗 我怎么没闻到 拉拉是血脉纯正的灵兽 嗅觉非常灵敏 她忍不住对那几个男人露出厌恶的神情 下意识地说道 就是很让人觉得讨厌的味道 孟小七才不想管这些人打架的事情 她拉着念念就准备离开 突然几个圣山宗的弟子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气势汹汹地喊道 不许走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想去给周家人报信 孟小七彻底怒了 大步上前就准备动手 这些人真是找死 就在这时 圣仙仙一道巨大的剑光朝向周少柔展过来 周少柔下意识地躲开了 可是圣仙仙的剑光竟然砍偏了 不偏不已地砍向了念念的方向 念念静静地站在那里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必定找死 孟小七见状 满脸惊慌地跑过来提醒 小师妹 小心 周少柔见那剑光马上砍到念念 他怒气地喊道 圣仙仙你疯了 我们打架你冲着我来辨识 你打他做什么 圣仙仙神情难看 他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技术这么差 他咬牙说道 那女人是没长眼睛吗 怎么站在那里 死了也活该 周少柔朝念念着急地喊道 你找死吗 快躲开啊 只见拉拉脚下踩着小火苗 急速地挡在念念面前 不耐烦地说道 叫什么 这点程度哪里需要我主人出手 他双手一插腰 圣仙仙根本砍不破拉拉的小肚皮 拉拉猛地一停 那剑光居然被直直地反弹了回去 圣仙仙用着最快的速度躲闪 竟还是被削断了一缕头发 圣仙仙感觉受到了七尺大辱 他指着念念恼怒地喊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我出手 拉拉却笑得更开心了 哈哈哈哈 他头发被削了 他秃了 他曾被踢缝骨 抛魔剑 原以为是世界上最悲惨之人 现在再看来 他更像是被上天亲吻过的女孩 他随孟小七在一旁看打架 却不想圣仙仙的剑气朝向他这边砍来 关键时刻拉拉挡在他面前将剑气反弹回去 并将圣仙仙的头发刮脱了一块 圣仙仙神情崩溃 愤怒地喊道 你敢动我的头发 我要杀了你 他朝向圣山踪地子怒骂 还愣着干什么 把那女人抓起来啊 孟小七问向念念 小师妹 你没事吧 念念淡定地摇摇头 接着孟小七抽出一条长链用力一甩 轰的一声一个大铁弹 将地面瞬间砸出一个大铁球 只听孟小七说道 我看谁敢动我小师妹 别以为你们是圣山踪我便怕 今日谁敢动小师妹一根汗毛 明日我便带人踏平你们那不堪一击的矮山头 念念震惊地看向孟小七 竟然是五星帝临近 不愧是老头看中的徒弟 圣山踪弟子瞬间变成耸包 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居然遇上帝临近强者 他们劝着圣仙仙要不就算了吧 圣仙仙捂着自己秃了的那块头皮 不依不饶地喊道 不要 今日这仇必要报 快 把暴行语捏爆 那弟子有些为难地说道 那可是在遇到生死危机的时候 才能使用的 咱们是不是 话没说完 圣仙仙从自己袖中掏出一块暴行语 口中骂道 没用的东西 他猛地一捏 一束青色的光芒直升天空轰然炸开 圣仙仙瞪着念念满眼的杀意威胁道 你等着 你恶意伤我的事 我圣山踪一定不会放过的 念念倒是不怕 只有天灵境强者才能玉空飞行 孟小七估计飞不了 大不了让拉拉带着她跑路 孟小七也没带怕的 她回怼道 你故意朝我小师妹攻击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让你圣山踪的人来 随后她转头向念念小声地安慰道 小师妹别怕 咱们还没走出大山爷爷的保护范围 任凭小神经的人来了也不怕 大山爷爷的根须就在咱们脚下了 念念低头一看 她脚边的一小块土壤悄悄地被拱起一块 像一只手似的石块钻出来朝着念念板的白打着招